把蜜剂子泡在清水中 出锅就是一道山西的传统美食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水疙瘩 用我们的方言叫Fugda 大家能猜出这是哪的方言吗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500克的面粉 加入两克的食盐增加筋性 把食盐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300毫升的凉水 搅拌成面絮 下手直接揉搓成这样一个 软硬适中光滑的面团 不用醒面 直接在案板上分割成 大小相同的15个机子 再往里面倒入2000毫升的清水 水一定要没过面团 然后盖上盖子 放在一边松弛一下 接着准备一颗老南瓜 去紫去瘾之后 不用去皮 直接改刀成大块 南瓜越多越好吃 切好之后装入盆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两袋海鲜菇 我们只取菇头部分 身子留着炒菜 装入盘中备用 一把洗干净的豆角 去掉头尾两端 改刀成两厘米的小段 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上十几个炸好的油豆泡 切成一厘米的小段 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一定要准备家里最大的锅 开小火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加入提前准备好的小葱 大蒜 香姜 来进行一个炝锅 做餐器的面食 炝锅是非常的重要 炝出香味之后 准备一小把的花椒叶 直接给它捏碎 再继续抢出花椒叶的香味 现在就可以加入提前准备好的南瓜块 稍微翻炒一下 这样南瓜会更好吃 一分钟之后加入油豆泡 海鲜菇 豆角 再生计自己口味清淡 加入适量的食盐 一小勺五香粉 一大勺老抽 提味又上色 然后把所有的调味料 搅拌均匀了 这样会使食材更加的入味 再加入一小把前泡花的干货 往里面倒入2000毫升的沸水 加入滚炭的开水 可以缩短煮的时间 盖上盖子 煮上15分钟 运用这个时间 我们重新取口锅 多加一些食用油 开小火 往里面加入一盘葱花 葱花一定要多加一些 煎至微微发黄 就可以往里面加入干辣椒段 以及切好的蒜片 继续的煎出香味 这可是今天这道美食灵魂的所在 油葱花煎至焦黄 即可关火 时间到了 我们这个纯素的南瓜扫子 就做好了 用筷子轻轻的一夹 南瓜就变得非常的软辣 现在面剂子也已经泡好了 面剂子泡在水中 使它得到了松弛 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揪出 又大又薄的面片 揪薄之后 我们揪出一小片 不用考虑它的形状 直接放入扫子中 就这样边揪边放 揪水疙瘩的时候 一定要用小火 这样可以防止汤汁外溅 就这样依次叠加铺满整锅 然后用筷子搅一搅 这样揪好的水疙瘩 完全不会粘在一起 继续煮上三分钟 把它煮熟 临出锅前加入鸡粉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 保留它的鲜味 把调味料搅拌均匀之后 一定要把刚才揪面片的 面糊倒进来 转中火把它煮开 出锅之前 我们把这焦香焦香的 油葱花给它拖进来 它可是体生的关键 也是山西这道美食的灵魂所在 就是这二锡炕锅 做出来的水疙瘩 总是比别人家的更好吃 哇 实在是太香了 就是这碗水疙瘩 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 天气越冷越想热乎乎的吃上一碗 每一口都有着油葱花的香味 而且营养丰富 老人小孩都喜欢吃 没有吃过这道美食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啊 我们下期见